南門市場攤商祝福還沒宣布 參選的郭台銘高票當選 更有支持者準備剛出版的新書 要他簽名 不管到哪 都有民眾力挺郭台銘選總統 只見郭董笑得相當開心 郭台銘八月初從美國返臺後 出書 造勢 市場掃街 但就是遲遲不宣布參選 郭台銘依然賣關子 而根據三立新聞掌握 傳出郭振英評估 可能推遲宣布參選時間點 因為郭董獨立參選難免有困境 像是他日前以民間身份訪美 都是私人行程居多 曾經不到總統參選人規格 並沒有替他參選加分 另外外界逐漸出現郭台銘 池未宣布參選挺郭力量交集 尤其國民黨試圖瓦解中部挺郭勢力 加上組織面一向以鴻海治理文化帶兵打仗 要如何組織選戰團隊以及競選操盤手 即便郭董還沒宣布參選民調至少有百分之十 加上疫情期間協助BNT疫苗也是他參選一大利器 何時加入2024戰局郭台銘仍在尋找時間點進場 再次還原及任務部才被參謀到